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元神体验符西诺宁万叶增伤对比 以后万叶不用拆两半了 元神,想抽小草神的记得提前做好这些准备哦元神体验符 想抽西诺宁的记得提前做好这些准备哦元神体验符 强度高和赔 两成本低的新人全卡 当我看到西诺宁增伤减抗持续15秒 且辅助能力不知任何自身属性 我才知道第二个人全卡辅助 它真的来了 西诺宁的机制时,只要游火水雷兵两个元素队友 就能触发减抗 并且双水双火也能触发 圣遗物穿个破烂勇者四件套就能入队 对回万叶不能拆两半的玩家 真的有福了 灵命西诺宁和万叶增伤死战对比 首先是龙王单人伤害 伤生不绝 肃井 最高伤害是17500 然后是林嘉玲的西诺宁 圣遗物勇者套 战绩天赋九旗 里头 最高伤害是26000 接下来是0加0万叶 圣遗物封套 精通919 踏风 塑井 最高伤害是201300 可见西诺宁的增伤能力非常恐怖 旅行者你有没有做好抽我的准备 首先需要46个蜜元鸡兵的材料 其次需要168个灼灼采菊 推荐旅行者来这些蜜集点为获取 可以点赞保存一下 圣遗物推荐勇者套 武器手推专武 其次推荐锻造武器和西风剑 旅行者你有没有做好抽我的准备 首先需要46个灭争草蔓 打过5天的无香草就能集齐 其次需要168个捷波连 推荐旅行者来这些蜜集点为获取 可以点赞保存一下 圣遗物推荐四草涛 武器推荐装武和神乐 四星推荐碗星和祭礼残章